哎呦,我爸,我今天真的要早点睡掉 今天,快写照 晚安 以上的现象是不是大家每晚的真实写照呢? 其实也是我的 那今天这条视频就是为了做给熬夜的你们看的 为了快速入睡,我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? 那睡前的第一步,我就会用助棉的精油把它放在精油灯里面 或者直接用助棉的喷雾喷在我的枕头上 一般像助棉效果比较好的一些精油啊,就有薰衣草啊,甜尘啊这些 如果你是初级的失眠患者的话,基本上你到这一步就能睡着了 那之后我就会看我爸给我的冥想书 真的是三句话就困了,我给你们看看 你要感受到生命中的无微和无味中的生命 如果你是中级的一个失眠患者,基本上到这一步你也差不多就能睡着了 那如果你还睡不着的话,我就会在看书之前吃一个睡眠软糖 这个必为斯是法国很火的一个牌子 这种吃的东西一定要买大牌子的 其实它这个本质就是退黑素啦 它虽然含量只有一毫克 但是它算是我尝过的退黑素里面最有效的 我失眠最严重的时候会吃一颗 最后等我自己把作息调整过来以后 我差不多吃半颗就能睡着了吧 这三步加在一起,真的是熬夜冠军也成不住的那种 但是呀,一切的一切的前提还是要你先放下手机 我是不是刚才把我那颗退黑素软糖给吃了 现在才下午6点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